今天礼拜五 今天大盘呢很可惜 三个点之差 顿化呢最终还是消失的 你别管它是三个点 还是三十个点 还是零点三个点 消失了就是消失了 消失了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日线这个地方暂时是没有底背离的 那没有底背离会怎么样呢 没有底背离就没有呗 级别会降低 低点还是低点 级别降低 好咱们来看课件 我们今天主答疑啊 我先把行情讲一讲 后面我们来答疑 那这张图里边呢 这个其他的也不用看 仓位呢没有变化 这个仓位呢也是符合日线小白龙下的一个仓位的 没有背离 那就不能够加到半仓以上 所以0到5的仓位 这个是可以的 那么只不过呢 半仓是跌势的顶格仓位 就跌势的顶格最大的一个仓位 然后中一的一个策略呢 因为动画消失了 动画消失了 所以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 然后5继续加的可能性了 不存在了 就至少这个地方不存在 加到半仓的可能 老师那如果长呢 长也就是半仓尺骨 就不能再加了 没有背离 不能这个 加的太多 这是动画消失 那么然后我们就只能按照 效量和格莱威尔八大法则来进行操作 所以效量 然后复制年后的那个效量的概率会比较大 所以横盘或者是向上来反弹 挑战小白龙 这个概率会比较大 好 然后我们看周线 看一下周线 看一下周线 周线呢 今天礼拜五周线 周线呢 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好消息 还是先听坏消息 先听好的吧 先听坏的吧 坏消息什么呢 坏消息是周线的趋势是破位的 周线的趋势是破位的 除了年前趋势破位 然后呢 效量的失败 对吧 跌势的三个特征嘛 趋势破位 第二 左低 第三 反冲预阻 那这三个特征呢 周线至少有两个 一个是趋势破位 一个是左低的失败 那就证明周线目前在跌势里 那我们刚刚经历了周线 日线在跌势里的这段行情 惨不忍睹 对不对 那周线如果也是跌势的行情 那后边 对吧 继续 周线跌 跌一段时间 那这个要比日线的惨不忍睹 更加 不好看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不好的消息 那还有好消息吗 有好消息 然后看周线 周线的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浪行的一个角度来看 先看刚才这张图 浪行的角度来看 2019年一季度 一浪 然后二浪 然后三浪呢 我们当时说过 3731 我们可以暂且把它当作是三浪的高点 对吧 那这就是三浪 因为只要突破一浪高点 它的性质上就已经是三浪了 所以性质上没有问题 那空间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性质上没有问题 所以3731 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三浪高点的 在没有更高的高点的情况下 它是可以当作三浪高点的 那既然如此 目前的调整就是四浪调整 对吧 就是四浪调整 那四浪调整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浪行的一个公式 浪行的公式 四浪呢 通常等于三浪的0.382 或者是三浪的一半 所以我们做黄金分割 拉一个黄金分割 拉出来之后呢 这个四浪 它的一个空间 你看 三浪的0.382 0.382 就是上面这个虚线 你注意看这个虚线 这个低点在虚线的位置 这个低点在虚线的位置 对吧 包括本周的一个收盘的位置 其实也在这个虚线的位置 0.382 它是四浪的第一个支撑 所以其实上一次 上一次在这个低点 在前面这个低点的时候 它是完全有可能开启五浪的 但最高点差了一点点 没有突破3731 对吧 差了一点点 因为那一次呢 也是在0.382之间的 所以0.382位置 回踩了一次 两次 包括这一次 其实是三次 对吧 这是四浪的空间比例 那如果按照三浪的0.5来算呢 0.5在这 3189 就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呢 盘中是稍微的打穿了一点 这个问题不太大 问题不太大 为什么呢 因为本周盘中出现了一次急速的沙跌 那个沙跌呢 会有一些 这个爆仓的 所以速度呢 可能会快一点 空间上稍微的击穿了一点 这个问题不大 因为本身浪行的一个划分上呢 在咱们的市场里 咱们的市场里 比如说 二浪的调整 二浪调整 无限靠近一浪的起点 这是可以的 四浪的调整 击穿一浪的高点 在案例中也是非常常见的 尤其是在期货市场 非常多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不用过多的要求 说四浪低点不能够击穿一浪的高点 这个我觉得在咱们的市场 不用这么苛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周线的空间 是在0.38和0.5的 这个范畴 所以周线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好的信号 不好的就是趋势破位 好的一点呢 就是他仍然在四浪的过程之中 那么五浪呢 就仍然可以期待 对吧 这个五浪 这个五浪 这个 今天有同学说 4018已经可以把它给灭了 只需要等到3400了 周线的情况来看 目前仍然在四浪的位置 但是已经到了极限的位置了 就他不能再跌了 对吧 再跌这个浪行就没法 这个用了 就周线的波浪里面就没法用了 那周线如果没法 波浪这个没法用了 那就意味着 这个地方就是周线的跌势 对不对 那就不好玩了 那就不好玩了 所以周线目前情况就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仍然在四浪的 这个调整中 而且到了极限的空间位置 不能再跌 那么坏消息是 他目前处于跌势 趋势破位 以及左低失败 都是出现过的 所以后边如果说跌势 是延续的有效的 那么 这个波浪里论就不对 对吧 波浪里论就肯定是要击穿 0.5的 那么如果波浪里论有用 那这个低点止跌之后 后边还会向上来挑战周线的趋势 把趋势再收回来 虽然难度要大一点 对吧 就他们两个如果做权衡的话 你说哪个要偏重一点呢 趋势要偏重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反弹 想把趋势给它逆转回来 这是有难度的 要不为什么趋势一旦形成 必将延续呢 对不对 为什么说趋势是有延续性的呢 就在这个道理上 所以他们两个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但是如果非得要分一个高下的话 坏消息要站得更大一点 但是好消息也是可以期待的 对不对 然后三分指数的这个消失 我们来看一下 定量结构的动画的一个消失 那就是它创新低了吗 消失了吗 那消失了就没有被 没有背离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效量的低点 和哥拉威尔八大法则的 买四 级别是降低的 并不能说它没有低点了 级别是降低的 就这个地方还是低点 对吧 你看效量还有六 效量还有六 你看都有 它还是低点 只不过它的级别 要降低了很多 然后 那它的级别跟 这个春节来的第一个效量 它们两个的级别呢 就差不太多了 差不多了 因为年后的首日 当时这个地方 你现在比起来觉得 好像这一次跌得更狠 当时这个地方也很厉害 对不对 当时这个地方 那跌的也是速度很快的 对吧 当时它距离趋势也是很远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一样 所以级别上跟年后的效量 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预期路线 跟当时的预期路线 也就是一样的 所以大概率后边 就是要么围绕 这个效量成立的位置 进行横盘震荡 对吧 这个过程呢 趋势也就是 因为趋势是不断下移的吧 对吧 最后它们 交到一起 然后要么向上突破 要么继续跌 那要么就是空间向上反弹 它涨着 它跌着 对吧 它跌着 它涨着 然后最终交回到一起 到这个地方之后 也是一样 要么向上突破 5%的概率 对吧 5%的概率 要么向下跌 跌势延续吗 所以 现在 这个地方的一个操作 仍然是 在趋势下 半仓以内的一个标准 来做这一波的利润 很难 对不对 确实很难 上一次我们都品尝过了 很难 但是并不代表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小仓位的做一做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把小仓给 这个打掉了 你收盘价格低于他 那这个低点就 直接算失败了 那就 那就按照他买了多少 就卖多少 上阵的动画消失了 但是创业版的背离成立了 这个尴尬 对不对 市场不共振 然后深圳城市也是消失的 上阵也是消失的 但是创业版是成立的 所以你看如果 如果我们的标准是创业版的话 你看创业版的笑脸 低溜背离 那就应该是重仓吧 对不对 但是标准是上阵 所以那就只能是半仓 集内 但是创业版的这个日线的 低溜加这个结构呢 它如果是有效的 那它的反弹一定会带动 上阵指数的反弹 一定会推动上阵指数向上啊 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日线 对吧 创业版其实也是这个需求 要不横着 要往向上 然后趋势往下移动 上一次也是嘛 上一次它就在这嘛 但是涨得很缓 连趋势都没到 好吧 这就是行情的这一部分 所以到今天收盘离止 行情呢 周线在跌势里 日线也在跌势里 但是日线具备了一个 哥拉威尔八大法则的 买四的这样一个超跌反弹 跟年后的 年后首日的效率的需求是一致的 所以仓位控制在半仓 集内的这样一个水平上 来做这一步 做成了就成 不成 也问题不大 好 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来答一 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问一问 可以问一问了啊 倒水的声音你都听了 你都听见了 耳朵挺尖的 上证会不会出偏离 上证的偏离 上证今天的情况 其实就是具备偏离的特性的 只不过呢 因为指数 它的这个偏离 那个笔值是不太好形成的 当然从特性上 你看 今天的这个DF 负49.89D 昨天是负17 负47.327 也就是DF呢 今天是创新低的 比昨天低 但是绿色能量柱 今天是负33 昨天是负36 是往回收的 也就是说 今天的上证指数的日线 其实具备偏离的特性 对吧 就DF跌 但是绿色能量柱 在缩短 为什么不出偏离的信号 是因为偏离的信号 是指数和DF的比值 这个股价和DF的比值 但指数呢 它跟这个DF的比值呢 它跟股票不太一样 所以它不太容易出来 就这个如果要做的话 应该重新定一个标准 要不然你比如说 你看上证指数 你缩小看 对吧 基本上很难出现偏离 历史中也很少有 但也有啊 它很少有 它需要涨风了 或者跌风了 才可能会有 顶背离消失是买点 顶背离消失是纠错点 不是买点 纠错和买入 它是两回事 就好比说 闹钟 老师小白龙趋势破位 出现笑脸 这是一个闹钟 对不对 那这个闹钟呢 我可以不卖 但是我想买的话 是不能买的 明白了吧 就是我可以先不卖 但是我要买的话 是不能在这买的 这个不卖和买 这是两个概念 月线零轴下金叉 周线零轴上下的金叉 日线和小周期如何操作 月线零下金叉 周线零轴上下的金叉 零轴上的金叉 还上下的金叉 零轴上的金叉 日线和小白龙如何操作 那没有什么特殊在这边 对吧 就是学龙月线和周线不错嘛 那日线你就该怎么操作 怎么操作吧 小白龙突破了你就买 对吧 或者有背离的话你可以买 某指数的120分钟 比背离结构形成可以做吗 指数类如果是做多的话 我说过 就是按照日线趋势突破之后再说 日线趋势下的指数 这个最好是不要做多 这个理由我讲过 就是比如说上证50 对不对 上证50你从偏离低点到趋势之间这一波呢 他不好做 因为跌势延续嘛 对吧 虽然他有格拉威尔巴达法则的这个反抽的这个趋势 但是指数低点到趋势之间的利润 还难做 成功率还不高 对吧 反正说老师那股票为什么可以做呢 股票比如说我们这次的销量到指数反抽趋势之间这一波 那股票有很多股票的涨幅是非常不错的 利润空间还是很大的 所以股票可以做 但是指数最好是做趋势上的 趋势下的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而且收益不大 讲讲券商指数 券商指数 这个 我们今天有同学说老师 券商什么时候变成渣男了 这个时候我们讲课的时候 就是提到了 券商呢 它的 这个板块呢 它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这样一个特殊性 就是它要么不涨 要涨的话呢 就是惊天地气给神的涨 它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券商板块呢 它的一个 这个市场的一个地位就是 它如果不起来 市场是没有大行情的 就是它不涨 它天天跌 你想市场来大行情 这基本上不太可能 基本上不可能 最多有个别的题材 能够蹦达蹦达 但是 券商没有 起不来 这个大行情是没法起来的 所以这是券商的一个价值 它的一个地位 那反过来 也是因为这个 它的一个地位 所以决定了什么呢 所以决定了券商 它不能随随便便涨 对不对 它不能随随便便涨 因为它一涨 牵一发动全身吗 它会导致整个市场 其他的把过来什么全动 对吧 像今天下午 为什么起来一波呢 券商连着拉了两波 大行就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券商的 它的一个作用和地位 决定了 它不能够随随便便涨 它如果要连续性的上涨 或者是涨停潮 那么大盘肯定是要 给起爆大行情的 然后现在券商是什么状态呢 日线整个在爹市里边 什么都没有 当然有一个效鸟 一个第六 别的什么贝利呀 什么偏离呀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效鸟和第六 就跟上周指数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然后它的周线呢 周线动画还消失了 但是周线有效鸟和 效鸟和第九 所以券商的情况跟 这个大行的指数的情况呢 差不太多 也是如果有反弹的话呢 也是奔着这个 这个趋势偏离到趋势守恒的 这个反弹需求 这是券商 所以券商我之前给他做了一个比喻嘛 就类似于超市的这个卫生纸 什么意思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开过一个一个小超市 化妆品店 你看我还是有经商头脑的 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店了 就发现一个神秘呢 就是你这个店里边 你别管你是主要卖化妆品还是卖什么 因为在大学里吧 你得有卫生纸 这个卫生纸不赚钱 他不赚钱但是你还得有 为什么呢 他吸引这个客流量 因为他的需求量不要大 所以后来就进了一些卫生纸 生意就好了 所以就是他的不赚钱 但是你还不能没有 所以跟这个很像 港股咱们没有那个数据 这次买的有利润 如何做好这一波 按什么级别做呢 按日线呢 按日线偏离的返筹嘛 跟年后那一波是一样的 没有背离就不能期望 我就不能期望趋势能够过去 但是我想做短线有什么策略 做短线也没有问题啊 就是说 你看啊 教给大家这样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你比如做短线 对不对 从打开各个周期的小白龙 打开各个周期的小白龙 比如说你的股票 我觉得你短线的话 也不能太短 对吧 你比如说从15分钟开始吧 15分钟小白龙突破 那你就只看小白龙 15分钟小白龙 15分钟小白龙破坏再慢 不破不慢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15分钟突破了小白龙 但是还在涨对不对 好了 30分钟小白龙也突破了 这个时候呢 数分钟就不看了 只看30 30小白龙破坏再慢 不破不慢 然后涨了涨了 60分钟小白龙也突破了 OK 30分钟也不看了 只看60 60分钟小白龙破坏再慢 不破不慢 好了 又涨了 涨了90分钟小白龙也突破了 好 60分钟小白龙就不看了 只看90分钟小白龙 一次类推 一次类推 这个方法呢 有可能会让你 本来是做短线的 结果你这支票做着做着 做成了波段性的 或者是长线的利润 好吧 能按创业板指数买入创业板股票吗 这个就没有意义嘛 你想买创业板的股票就买就行了 对吧 它不影响 你也没有必要按照创业板指数做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该怎么做 按照你的股票来做 对不对 大盘是用来决定仓位的 上线指数来解决仓位就可以了 没办了吧 所以你也不用说创业板跌了 股票是不是就卖呀 不用 你就算是创业板的股票 也是按照你的股票来做 上阵周线从前一高点到现在可以看成ABC 周线 从上一次的高点下来 ABC 对 可以 可以 但是 也不这么看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一次的高点它不是最高点的 对吧 它不是最高点 最高点是3731 所以从3731下来了 它其实还是四浪 对不对 还是四浪 所以它不是ABC 上证60分钟 DF金叉 我看一看啊 诶 真的呀 上证60分钟 金叉 金叉了 如果后边跌的话 60分钟会有背离 对不对 60分钟会有背离 90分钟还没有金叉 所以这一波的反弹 上去之后如果再下 就跟年后的那一波上去之后再下 一个道理 就是后边如果又跌 缓跌出新的DV离 这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60分钟这个不太好看 所以下周接着涨 然后等待90或者120可能会更好 确认上ETF周线效量 它应该也在爹市里吧 对吧 指数率的我说过 爹市里面不看 不做 只做小的楼上 创业本日前动画的级别大 对 这个是挺大 不太容易消失 说说医药 中药 生物医药结构形成 这个医药类的 我们讲过三个细分 对吧 三个细分 一个是中药 对不对 中药因为物以稀为贵 中药 我看中药的日线 中药的日线是突破小白龙的 是突破小白龙的 对吧 并且它这波其实跌的 要比大盘要浅 所以属于强势类的 你通过这个九龙细株 涨市突破 应该能选出相关的股票 这是中药的 还是不错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医疗器械 今天医疗器械涨停潮 20%的涨停了六个 七个 然后其他涨停的 也有多个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是医药和科技 结合的一个细分 这个说白了 这个应该是重点 中药是物以稀为贵 医疗器械呢 为什么说它也是一个重点呢 我们讲未来是科技周期 对不对 科技周期的体现 在医药行业 那就是医疗器械 你想想是不是 那就是医疗器械 所以我们说在医药行业里边 如何 融合科技元素 那当然就是这个 在医疗器械上下功夫 要不然你如何体现科技感呢 对不对 动手术 那就需要这个 这个5G呀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传输呀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医疗器械 远程手术 对 我在北京 然后通过这个 数据传输 通过医疗器械呢 就可以给其他的城市呢 换着来做手术 那这个肯定是要跟科技 跟医疗器械相关的吧 那第三个就是新冠相关的 就是跟这次的疫情相关的 所以像生物疫苗啊 基因测序呀 就这些 包括新冠药物呀 新冠检测呀 他们都会长得很好 好吧 就这个肯定是 只要他完成趋势突破 这些都是可以去关注的 因为他的方向是没有问题 对吧 做正确的事情 这就是做正确的事情 正确的做事情 就是要规则 对吧 新冠没有搞清楚 指数尾压器能否用于个股 不能 尾压器主要是 上证指数的5和15分钟小白龙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仓位呢 是半仓 标仓是半仓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不涨 下周就开始继续的跌 跌到销链失败 跌到销链失败 大盘收盘低于销链的最低点 视为失败 那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有一些股票的下跌 会 非常的大 所以你不能够完全按照指数来进行股票的一个操作 那怎么办呢 必须是个股为准来操作 所以你的股票涉及到指油和止损 那就得卖掉 但是卖了之后 你说老师那大盘的仓位是半仓 我卖了之后我就剩两成仓了 怎么办呢 这涉及到仓位的回补 那老师怎么回补呢 尾压器的突破 就是回补的量化的点 那就是上阵指数5和15分钟小白龙的突破 都突破 回补的仓位 如果他们不突破 尾压器的仓位就两成仓拿到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明白吗 老师医疗器械为什么涨 它没有为什么 整个医药板块都在涨 医药板块涨 那就是中药医疗器械和新冠相关的涨 其他的涨就一般 因为他们三个细分嘛 医药也不看涨 业绩好得不涨 医疗器械相关的 他应该是不看涨 因为他跟科技相关嘛 所有跟科技沾边的都不要看涨 都不要看涨 我记得应该是很早之前就给大家说过 我说如果你用 基本面价值业绩去过滤科技里的股票 基本上会措施很多好的股票 那老师现在板块一天一变化 怎么抓住热点呢 趋势下现在没法去寻找热点 你就只能按照我之前讲过的不可逆的这些板块 比如说医药的三个分支 比如说新能源车替换燃油车 对吧 新能源车的两个系统 动力系统和智能系统 比如说碳中核 比如说科技 这些不可逆的板块 他们动了 还是要做他们 其他的那些 就是板块的需求性 没有可分析的 那些是先不要动他们的 先不要做他们的 等他们趋势突破再说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 对不对 不可逆的热点 他们往往会受到资金的一个青睐 你看医药的这三个 它为什么长呢 因为稍微有一点消息 他们就会长 就是不可逆的热点 稍微有一点消息 它就会长 所以你要明白就是 什么是好的板块呢 稍微有一点消息 它就长 不管是什么消息 只要稍微涉及到的 它就长 这就是好的板块 对呀 疫情又开始严重了 所以医药就长了 但是你要明白 医药涨了 你会发现 今天你看医疗系统涨成潮 对吧 中药人长的 然后就是新冠相关的 疫苗啊 这个药物啊 能涨的 所以这个板块涨的细分 跟我的判断是没有出入的 对吧 所以我让大家在每个板块里边 挑出一只两只股票 只要这个板块动了 你就去看你那两只股票 对不对 你也没有必要飞 你也没有必要飞在说老师 你到底告诉我到底下出什么 板块涨 那我也告诉不了你 对不对 但是你的明白 我跟你讲的那些热点板块 你从里面挑出一到两只股票呢 每天你就看 只要哪个板块动了 你就看你从这个板块里边 挑出的那一个两只股票 有没有参与价值 有你就买 没有就不买 这个逻辑是没错的 你至于说你说老师 那你告诉我板块呢 板块告诉你板块 我也得能发现 对不对 你很长一段时间 市场它在跌 一直在跌 我怎么给你发现呢 对不对 它能发现的时候 我又没有吝啬过 你比如说 新年车刚动的时候 对不对 探中和刚动的时候 这个抗这个通胀 有色反过刚动的时候 我不都跟你讲了吗 就是我不讲的时候 市场它确实没有 你这么长时间哪有啊 你非得逼着我给你讲一个 我也讲不出来啊 但是我讲的时候 你就要重视 对吧 比如去年我们讲过 今年年初应该关注的农业 对吧 种业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我们判断 今年到这个秋 不到秋秋 到今年应该到年中的时候 就出现 就是减产 对吧 因为去年出现了很多 灾害性的天气 会减产 所以农业 你像种子 这不马上到了播种季节吗 对吧 它们就会移动 所以不可逆的 我前面给大家分析过的 这种需求性的板块 它们还是重点 除非有新的 这个热点能够蹦出来 否则的话 这些板块 就按之前讲的那些去做 不会选也没有关系 就用咱们的多一公正来选 就可以 好吧 今天礼拜五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 我们下周一